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叫苏婉婉 我一直觉得自己和爸妈不像 爸妈都是人中龙凤一样的长相 男的帅 女的亮 身材很好 大哥也长得玉树临风 只有我 像是个石头子混进了宝石堆里 差别太明显 所以十三岁的时候 保姆李嫂说我是她亲生女儿 我没怎么怀疑 没有母女相认的感人 她直接跟我要钱 你亲哥哥上高中得交赞助费 以后等你哥哥出息了 进苏氏的公司工作 也能帮衬你 她讲了半天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是要我长大后操控苏氏 最好是能谋夺苏家的家产 而谋夺了家产 当然是要给我那个亲哥用 只是说了几句话 我就听出来了 她是传说中那种重男轻女的人 三句话 她说了两次女孩子守不住钱 说了两次女人得有兄弟帮衬 得靠着兄弟 我微微皱眉 想了想 苏家的爸妈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们说女孩子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女孩子和男孩子是一样的 要自强自立 我没钱 我才十三岁 十三岁的小孩子 能有多少钱 李嫂不信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先生太太每个月给你零花钱 每年的压岁钱和生日的钱 你都存起来了 你也不想想 要是没有我 把你跟真正的苏家大小街换了身份 你哪有现在的好日子过 她是在威胁我 如果不给钱 她就要拆穿我 让我没有好日子过 她觉得我会怕 我确实有点怕 我提出跟她回家看看 你回去干什么 被人看出来怎么办 不回去看看 我怎么知道 你们有没有把她看好 李嫂同意了 趁着周末 爸妈和哥哥都不在家 带我回了她的家 李嫂的家 在一个很老旧的城中村 院子很大 很破 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个长得很漂亮 穿着很破烂的女孩子 正在吭哧吭哧地洗衣服 她叫刘盈 有个哥哥叫刘强 她长得瘦瘦巴巴的 但是脸很好看 每眼间都是鹰气 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她是爸妈的亲生孩子 她长得跟妈妈简直一模一样 刺来一声 可能是衣服太旧 被洗破了 在苏家和和气气的李嫂 直接冲了上去 抬手就打 我打死你个赔钱货 天天的活不会干 就知道败坏东西 家里有多少钱叫你祸害 女孩子抱着头 不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向我 似乎是在打量 这样的打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她早就习惯了 我上前拉住李嫂 别打了 李嫂很生气 但还是笑了笑 小姐你别管 这丫头就是贱 不打不规矩 贱 我也冷了脸 你还想要钱 就住手 李嫂这才停下手 但还是骂了两句 要不是大小街求情 今天非打死你 你这样的一辈子下贱命 看看 这才是大小街 一辈子尊贵的命 她说这话 都不会羞愧吗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又见了刘强 她躺在屋里玩手机游戏 十五六岁 看着很壮实 绑大腰圆 比刘盈营养多了 看到我的穿着 眼里都是贪婪的光 又看到了刘伟 四十多岁 一脸猥琐 看起来很懒散 见到我的时候 也是一脸贪婪 还想叫我把脖子上的项链给她 但是被李嫂挡住了 李嫂说这是太太送的 这时候给出去会引人怀疑 让她等一等 过几天就拿钱回来了 这就是我的亲爸妈 还有亲哥哥 看到我没有喜悦 眼里只有钱 李嫂没叫我多看 很快带着我走了 看看 我们全家都供着你一个过好日子 你可不能没良心 每个月拿钱贴补出来 我们也好换个好点的房子 我沉默着 说让她等等 然后 晚上进了我爸妈房间 把事情跟他们说了 爸妈比我想象中冷静得多 还叫来了大哥苏泽 他们三个的神情 让我一瞬间明白 你们早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我就说嘛 苏家都是人精 就我一个笨蛋 我都能看出来自己不像亲生的 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苏泽欲言又止 爸妈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跟着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带着他们去了刘家 刘盈又在挨打 好像是因为刘强打游戏输了 刘盈正好叫她吃饭 就被打了 苏家保镖把刘强和刘伟按住 跟我说的一样 看见刘盈的那一刻 就知道她是亲生的 刘家人和李嫂都被控制住 看着刘盈露出来的伤痕 爸妈和苏泽很心疼 抱着她哭 我站在一边 难过 也很尴尬 李嫂竟然还喊着帮苏家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要抚养肺 又骂我狼心狗肺 他们凶狠地看着我 像是要把我包皮拆骨 这个家里过得不好 对你有什么好处? 苏丸丸你这个蠢货 你以为拆穿我们 他们还会留着你吗? 苏家爸妈没搭理他们 我扑通一声跪下了 爸妈 求你们再收留我几年 等我考上大学就离开 绝不赖着你们 这些年的抚养费我会打欠条 等我有钱了 一定还 我可以做家里的保姆 我能干活 我绝不会回刘家去 那就是个虎狼哦 苏家爸妈跟刘家人谈判 不控告他们拐卖 但要把我和刘盈都带回去 刘家人想敲诈一笔 说两个女儿总要留一个 他们以为苏家爸妈疼我 所以想敲诈一笔 却绝不在乎我的处境 我站在一边 低着头哭 我的亲生父母 竟然是这样无耻的人渣 就算告我们拐卖 你们也没证据 反正就是医院里报错了 我流泪满面地怒斥 一个私立医院 一个公立医院 怎么可能报错 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 苏泽看了我一眼 眼神莫名 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还有这样的爸妈 她一定很厌恶我吧 毕竟 我也有这样恶劣的基因 苏家爸妈也拿出证据 是李嫂在厨房里跟我说话的监控视频 里面清晰地显示了 她亲口承认自己换掉我和刘盈的事 李嫂和我双脸震惊 原来 不管我会不会举报 他们都知道了 最后 为了不坐牢 刘家只能妥协 我跟着回到苏家 忐忑不安 接着进我的房间 打算把我的学习用品 和简单的衣服拿出去 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属于刘盈 不 应该是属于苏盈的 不是我的 但爸妈上来 抱住了我 晚晚 你是我们教育出来的好孩子 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不用搬走 也不用做什么保姆 我们会养你长大 苏则在后面沉默地看我 但也点了点头 我哭着说谢谢 对不起 除了这些 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盈站在门口 看着我们哭 神情始终淡淡的 我想 她一定狠死了我 她应该恨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是我占用了她十三年苏家大小节的生活 我在苏家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生活优渥 她却在刘家被打被骂 还要累死累活地伺候那两个大男人 真是想想就生气 爸妈给苏盈准备了新房间 跟我的挨着 我们年龄相仿 爸妈希望我们能和平相处 接着 又迅速给苏盈伴入学 说要我们互相关照 让我帮苏盈迅速融入学校生活 进了学校 苏盈跟我一个班 当介绍到我们是姐妹的时候 大家都很好奇 你们俩年龄差不多 还一个姓 是唐姐妹 苏盈沉默不渝 只直直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 我们是双胞胎 姐姐以前身体不好 在别的地方养病 双胞胎 看着不像啊 对啊 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只能解释 是一卵双胞胎 长得不像很正常 苏盈始终不爱说话 只带着一种意味不明的笑看着我 我觉得 她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我故意说是双胞胎 没说自己是假千金 这样就不会被同学们奚落 小孩子很会攀比 在贵族学校 被人知道我是冒牌货 还是那种恶人的女儿 一定会被笑话死 下了课 我找到苏盈 跟她道歉 对不起 我需要自保 苏盈只是点点头 随你 我们上的学校是初中直升高中 没有中考压力 所以在学校里的学习比较轻松 竞争也不激烈 其他方面的生活就很丰富 大家都忙着学特长 加入各种社团 只有苏盈对各种学科情有独钟 疯狂地学习 她喜欢看书 喜欢学习 家里还给她找了名校毕业生做家教 我有一次晚上给她送牛奶 看她还在学 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还这么拼命 她现在是苏家大小街 爸妈一直觉得亏欠了她 对她比对哥哥还好 她其实不用这么努力 但苏盈只是看了看我 淡淡地说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我沉默了半赏 你跟爸妈好像 他们也对我说过一样的话 只是 我听了 却也没完全听进去 但他们说得对 想起我那亲生父母 我也开始努力 我放弃了那些特长 开始跟苏盈一样努力学习 跟她一块上家教的课 我们的成绩突飞猛进 但苏盈的进步明显更大 她是权势第一 而我只能算勉强在上游 天生智商的影响很大 我有刘家的脑子 远没有苏盈这么聪明 不管我怎么努力 也比不上她的成绩 我想问问她是怎么学的 但又不敢 因为她看起来很冷淡 不管是对我对爸妈 还是对哥哥 始终是淡淡的 爸妈觉得她是刚回来不适应 我觉得她大概是恨我的 她该恨我 升上高中后 麻烦还是来了 刘家仁在学校附近堵住我 说我是他们的女儿 不能自己过好日子却忘了他们 他们要求我给钱 不然就到学校里来骚扰我 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假千金 他们还要我看清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个城乡结合部出生的土丫头 是个赔钱货 没有亲哥哥帮衬 以后必然会被欺负到死 我不肯给他们钱 一旦开始给了 就是个无底洞 他们永远也不会满足 转身走的时候 发现苏盈就在不远处看着我 我很窘迫 她一定看到了我最难堪的一幕 第二天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是真千金的事就在学校里传开了 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是鄙夷和打量 苏婉婉 你也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 明明是保姆的孩子 占用了人家苏盈的身份这么多年 还好意思说是什么双胞胎 你那对爹妈不是好东西 换人家的孩子 这是犯罪 真不要脸 你跟他们一样吧 现在还赖在苏家不走 就是舍不得好生活 真无耻 平时还装得多么高贵 其实就是个罪犯的孩子 我就说她长得那么一般 跟苏先生、苏太太不一样 果然是个假冒的 一开始他们只在背地里大声说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我无法反驳 后来他们当着我的面说 推散我 集体活动的时候 抬挤我 在我走过来的时候 嫌弃地捂着嘴走开 说我是阴沟里的老鼠 班长梁启送了我一盒牛奶 安慰我说别在意 梁启是学校里的校草籍人物 家事好学习好 参加了各种国际大赛 很有才能 虽然以前没什么交集 但他还能帮我 我很感激 但他的帮忙 却引来了他爱慕者对我的霸凌 他们把我堵在厕所里 把垃圾桶从我头上扔下来 又把脏水泼在我身上 还占我的衣服 打我 我反抗 却打不过这么多人 在关键时刻 有人踹开了厕所的门 拿着水管子 把卫生间里喷得跟水漫金山一样 霸凌我的女生吓得尖叫逃窜 我被一只虽瘦但羞长的手拽到门口 没事吧 我愣了一下 是苏盈 苏盈丢了水管 那些女生才看清是她 苏盈你疯了 她抢了你十几年的生活 你竟然还帮着她 你是不是被她排挤 敢怒不敢言 被迫帮她 你说出来 我们帮你 苏盈却拉着我的手 冷冷看向这些人 我最讨厌辞敬 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就努力去争取 欺负人算什么本事 苏盈丢是我妹妹 一辈子都是 你们再敢碰她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她拉着我扬长而去 那一刻 看着她的侧脸 我只觉得她在发光 苏盈把我带到校医室 让我换了运动服 换完后 又拿着纸巾给我擦脸 你哭什么 我摸了摸脸 这才发现自己早就泪流满面 对不起 我抢了你十三年的人生 一直以为你不喜欢我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 苏盈应该是恨我的 可她还帮了我 她胡乱给我擦脸 擦得脸生疼 虽然她一直板着脸 很少笑 但我觉得 似乎对她多了些了解 她面冷心热 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你还笑 你是傻子吗 我确实比你傻 不管怎么学 都考不出最好的成绩 她顿了顿 你不会可以问我 我心中一喜 谢谢 她帮我擦了脸 又帮我把脏衣服塞进塑料袋里 转头问 你不怀疑那件事是我说的吗 毕竟学校里最明白这件事的人是我 你还觉得我恨你 我愣了一下 有些傻地看着她 可你如果想说 不是早就说了吗 不可能是你 苏盈虽然很冷淡 但她做事光明磊落 不会在背地里做这种事 而且我直觉 不会是她 苏盈正愣地看着我 揉了揉我的头 你是真傻 真假千金文没看过吗 我摇摇头 又点头 看过 不过里面假千金都是坏人 我就是那个坏人 苏盈突然笑起来 抓乱了我的头发 真傻 我很少见她笑 但她笑起来真好看 笑得好像一股清风 吹散了藏在我心中多年的阴霾 刘家人又来找过我几次 但我都没妥协过 反正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了 我不怕你们说 刘伟和李嫂都骂我 说我不知好歹 你在苏家 姚伟起怜过日子 他们都知道 你是我们的种 莫人会喜欢你 你看不起我们 可你跟我们一样 都是阴沟里的老鼠 一辈子见不了光 拿不到钱 他们想打我 骂得很恶毒 我心里难受 但也只能当作没听到 反正我绝不会给他们任何一分钱 学校里 那些女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霸凌我 但她们会在背地里排挤我 很多时候 冷暴力和精神上的虐待排挤 比肉体上的伤害还要可怕 莫人会跟我在一起 在我课桌上画老鼠 道喜结晶 谁也不跟说话 就连传试卷都越过我 我没有反抗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沉默地学习 苏盈说得对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与其纠结这些事 不如好好学习 做出我自己的成绩来 而且 有苏盈陪着我 可能是之前的事打开了开关 她对我比以前亲密多了 几乎是跟我形影不离 她在用行动证明 她跟我是站在一起的 苏家没有排斥我 除了她 还有班长梁起 她对我也很好 会把试卷单独发给我 也会帮我擦掉桌子上的脏东西 女生们都觉得她喜欢我 有人说她眼光不好 或者是被我迷了心窍 说我是平民出身 会一些下作手段勾引人 我真的不明白 他们明明说我丑 却又说我会勾引人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霸凌的是 我们没告诉家里人 哥哥去上大学了 很忙 爸妈最近也很忙 生意上出了一些问题 她们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不想给她们添麻烦 我这么说的时候 苏盈沉默地看着我 摸了摸我的头 又叹了口气 大概是我总被欺负 她看着我叹气的时候越来越多 高三快毕业的时候 梁起拿到了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名额 很多同学在之后也要去国外留学了 我跟苏盈都选择参加高考 在国内上学 留学需要太多钱 自打知道自己的身份后 我就尽量减少支出 不想花费苏家太多钱 梁起约了我出去 说很快就要出国 有些话想跟我说 她的话语说得有些暧昧 像是要要表白 这么多年 只有她和苏盈对我好 对她我也很感激 要说喜欢 可能也是有的 我稍微打扮了一下 苏盈沉默地看着我 突然问 你喜欢她吗 我想了想 可能有吧 不过她要出国了 就算互相喜欢也不能在一起 我只是想跟她说清楚 苏盈没再说什么 抱着自己的真提及走了 我只是没想到 梁起约我的地方会在酒吧 她一改在学校里的书生器 穿得像个花花公子 她邀请我坐 要了两瓶酒 让我喝 我给推开了 不想喝 但梁起倒了一杯 晚晚 毕业后我们就很难再见面了 就当是为我送行 这点面子也不给吗 这几年 同学们都在针对你 只有我在帮你 晚晚 我对你的心意 你该明白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只好喝了一杯酒 只有一杯 我就开始迷糊 手脚都不听使唤 梁起把我带进酒吧里面的包厢里 里面很吵 她抓着我的手腕往她那边扯 你放开 求你 放开 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她了 那一点点好感在此刻消散得无影无踪 她捏得更紧 你还清醒 很好 我就喜欢你清醒着 比上一个木偶墙 我忍不住哭了 为什么 我以为她应该是喜欢我的 可喜欢不该是这样的 梁起停下动作 猛然给了我一巴掌 你以为我喜欢你吗 我当然不喜欢你 你不过是个下水道里的臭老鼠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这些年 我只是玩玩你 你以为那些人为什么针对你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我 所以故意表现得对你很好 那些恋爱恼的女生就会帮我对付你 我真的不明不白 为什么 当然是喜欢看你被欺负 这可太好玩了 我们的学校太无聊 哪有比一个女生整天被针对被欺负侮辱 还坚强不屈更刺激 变态 她就是个变态 我的事也是你散播出去的 当然 好事不能我自己独享 你被人欺负的时候 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 多有趣 她手舞足蹈 好像在说什么丰功伪计 只可惜 那些女生战斗力太差 也不敢得罪苏家 不然让他们拍下你的果照发到网上 你伤心悲痛甚至自杀 那时候我出来拯救你 是不是更有趣 疯了 她真的疯了 她竟然以折磨我为乐 她喜欢把一切操控在手中的感觉 她真是个变态 没关系 陌人拍 我来拍 她说着开始拍我的照片 我哭着想捂住脸 却被她扯开 凉起 我爸妈不会放过你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不得好死 那就等着 我家里有钱 反正到时候你也嫁不出去 到时候让他们把你嫁给我 你就只是我一个人的小玩具了 如果真的落到她手里 我会一辈子生不如死 怎么办 怎么办 就在她得意洋洋的时候 一只脚踹开了包间的门 接着一脚踹在她身上 苏盈的外套盖在我身上 她抱起我 把我的头埋在她怀里 不让我看梁起被保镖痛揍的场景 没事了 没事了 姐姐来了 梁起做得是太恶劣 苏盈很生气 差点废了她 梁家人来谈判 最终用很多的利益换取不控告她 苏盈第一次跟苏家爸妈发生了争吵 她是个人渣 她差点毁了婉婉 赶回来的苏泽也很生气 兄妹俩一起挡在我的床前跟爸妈争吵 为了钱就可以让婉婉受委屈吗 那个人渣应该去坐牢 现在放过她 她一定还会来纠缠婉婉 爸妈只能一遍遍地跟他们解释 就算梁起坐牢 也坐不了多久 梁家不会放过我们 更不会放过婉婉 都时候婉婉的下场会更惨 你们到底懂不懂 实力不够的时候 要学会隐忍 折服起来 等有实力的时候再反击 苏盈和苏泽都沉默了 爸妈过来抱了抱我 妈妈摸了摸我肿起来的脸 晚晚 对不起 是我们没保护好你 但你要知道 爸妈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笑了笑 妈妈 我懂 我知道这几年行业不景气 爸妈很忙 再努力维持生意 他们也要在酒桌上跟人陪笑脸 卑躬屈膝地求一个业务单子 可这些 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正如我们在学校里的烦恼也不想拿来让他们更烦恼 如果这时候跟梁家对上 苏家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我都懂 哥哥和苏盈也懂 之后 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而梁起也被送出国了 只是 他走之前在同学间造谣 说我勾引他 以为他要出国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邀请他去酒吧 想现身 他的说辞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认可 毕竟我长得不算很好 只能是中等天上 学习成绩跟家事都比不上梁起 这些年人缘也很差 可说是人人寒打 只有可能是我勾引他 绝不可能是他对我图谋不轨 同学们更鄙夷我 对我的霸凌也升级了 又有人把我拉到天台 想脱我的衣服拍照 这一定是梁起受益的 苏盈冲了上来 抓住带头的那一个推到天台边 要把她推下楼 那个女生是梁起的死忠粉 暗恋了梁起很多年 她吓得尿了裤子 你想干什么 杀人是犯法的 苏盈笑得好像恶鬼 犯法我坐牢 但你肯定是看不到了 我猜猜 摔下去能摔成什么样 你的脸会不会摔烂了 那女生吓得哇哇哭 喊着再也不敢了 苏盈在她吓得快晕过去的时候 才终于松开她 她警告了那些女生 再敢来惹我 就去他们家里放火 胆大的怕不要命的 苏盈眼里的狠辣 吓坏了那些女生 他们真的再也不敢找我麻烦 我站在天台上 哇哇大哭 苏盈一边给我擦 一边骂我是废物 哭什么哭 以后就这样反击回去 哭是没有用的 莫人会心疼 我一边哭一边说好 我不哭了 不再让你心疼了 苏盈脸色变了变 往一边撇嘴 谁心疼了 这件事之后 学校里安静了很多 招惹我的人也少了 只是 苏盈学习更加努力 不光自己学 还拉着我学 晚晚 我们要靠自己 你要更强大才行 她不光学习 还拉着我锻炼 改变我的饮食 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高考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胖了十斤 爸妈本来想送我们去旅游 放松放松 但苏盈不同意 马不停蹄拉着我进了健身房 拉着我一块锻炼 增肌 我从小身体不算好 增肌的过程很痛苦 苏盈不许我停下 可以哭 但不许停 因为举铁太累 晚上吃饭 我的手都在抖 根本拿不住筷子 爸妈看我这么惨 想求情 被苏盈打断了 她给我换了勺子 又帮我把饭做成盖浇饭 说明天干脆吃水饺 不许停 好好练 你还想被人欺负吗 我不想被人欺负 抖着手说没事 我能行的 过了没几天 成绩出来 她是省状元 我比她少了一百多分 她看着我的成绩 狠狠逗我 我吓得躲在苏泽身后 我尽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可我智力真的有限 这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 苏盈拿着报考的指导书 拉着指导老师研究了很久 最终跟我报考了相邻的两个学校 她在一大 我在C大 距离很近 但两个学校差别很大 她要求家里给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不住宿了 你跟我住 上了大学也要好好学习 好好锻炼 别想跑 报了志愿 依然是锻炼 学习 练车 还要跟着爸妈去公司里实习 从打杂开始 公司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只以为是来勤工俭学的 很多琐事都交给我们做 苏盈开始学习公司里的事务 学了什么都要拉着我教一遍 让我也记住 我有时候觉得 她不是我姐 更像我爸爸 开学前 她还去做了一件事 她在班级群里 把几个经常欺负我的人 背地里说同学的坏话 都发了出去 那些带头欺负我的人 不光欺负我 也喜欢在背地里嚼舌根 他们互相之间也会说坏话 苏盈平时不说话 很多人都不防备她 又都在一个班里 基本都能听到 她把日期人物全都记录下来 发在群里 班级群都炸了 那几个人吵了起来 整个群成了乌烟瘴气的菜市场 吵得热闹无比 还有人来骂苏盈缺德 苏盈说这些都是梁起让她干的 梁起最喜欢看同学们狗咬狗了 苏盈拿着平板让我看 你看 这些人没什么可怕的 他们太无趣 只能通过背地里欺负人来获得优越感 把那些话当面说出来 他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 这些都是直老虎 不用怕 我看着她灿烂的笑脸 也跟着笑 我不怕 我早就不怕他们了 我和苏盈都被第一志愿录取 分别进了A大和C大 她把两个人的课表放在一起对了对 还把学校里其他能用得上的课程也都抄下来 做了一个更详细的课程表 她要我不光要上自己必要的课程 还要跟着她去大旁厅 大的教学显然更好 用心学了 对我以后的工作更有好处 别人上大学都开始过得轻松 很多人赖在宿舍里一整天都不出门 还有人去上网好几天不回来 我和苏盈却比高三还要忙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有男生追求苏盈 她直接问人家砖扒过了梅 专业课成绩怎么样 将来有什么打算 男生都被吓跑 背地里说她无趣 是个空有相貌的书呆子 晚上我看着苏盈的侧脸 心想那些人真是没眼光 苏盈怎么会无趣 她是这世上最有趣的人 她带着我上学锻炼实习 在大四很多人准备考研的时候 就开始创业 我们不回苏氏去吗 我以为苏盈要回去继承家里的产业 爸妈一直说要我们毕业后回去的 苏盈摇头 不 我们创建属于你和我的公司 我们各占股一半 把你这些年存的钱都拿出来 我们要破釜沉舟了 这些年爸妈没亏待我 苏盈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我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了 苏盈说要创业 一分钱都不许留 我只能拿出存折 给她看 苏盈微微挑眉 还挺能存 我不好意思地笑 我本来想买个房子搬出去的 毕业后 我就不能还赖在苏家了 她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叫我先别惦记着成家 先立业 可我觉得自己笨了点 你找个更聪明的一起创业是不是更好 我太笨了 会拖后腿 跟她那些同学相比 我真的算个蠢财 苏盈摸了摸我的头 你不笨 你有很多擅长的东西 你自律有条理 还很细心 能发现很多我也注意不到的细节 这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苏盈还从来没夸过谁呢 公司成立 我跟苏盈各自出资一半 员工只有我们俩 我们一开始做一些贸易 就是拿货再卖出去 后来慢慢地 开始请人 然后做实体 后来还开了自己的工厂 大学毕业三年后 我们的资产已经要超过苏盈了 爸妈知道我们自己创业 也没反对 还很支持 苏盈的生意慢慢缓过进来 但也没有太大起色 梁启从国外回来了 他继承家业 开始针对苏盈 毕业五年后 我们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 苏盈桌子上有个倒计时的日历表 我每次问他是做什么用的 他都不肯说 只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时候 梁启又来找我了 他到家里来提亲 说当年是一时糊涂 他其实是喜欢我的 这话 狗都不信 爸妈一口拒绝 苏泽和苏盈差点把他打出去 梁启竟然还喊着叫我考虑考虑 他开始给我发消息 骚扰我 说想念我在他怀里哭哭啼啼的样子 想念我被同学欺负后 面对他的善意时那可怜兮兮的表情 他说只要我嫁给他 做他的好玩具 他会支持苏家的产业 除了我要配合他玩那种游戏 其他的金钱方面 他都会满足我 我叫他滚 他又试图叫我出去 我拒绝 还拉黑了他 没想到 在我跟人谈业务的时候 他竟然跑来 收买了那个经理 试图把我抓走囚禁 婉婉 你是最好的玩具 跟我走 我会让你幸福 幸福你吗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喊的苏婉婉 我一脚踹在他的小兄弟上 叫他站都站不起来 然后 趁着他的保镖没过来 又给了他挤脚 就迅速逃离现场 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 梁家大少得了引急 那方面不行了 我想 他一定更恨我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苏盈 苏盈说我做得好 不用怕 他把倒计时的日历最后一页撕掉 扔进了垃圾桶里 反击的时候到了 他把我们的公司 跟家里以及哥哥的公司联合起来 并联合了几个朋友跟梁家的对家公司 开始围剿梁家 梁家就算再强大 也经不起这么多公司的联合击打 而且 苏盈还把梁家偷税漏税以及偷工减料的证据都交上去 让梁家被罚了一大笔钱 并换了口碑 还进去了几个替罪羊 梁家已经四面楚歌 梁启却更恨我了 他收买了刘家人 让刘家人来缠着我要抚养费 说我赚这么多钱 应该孝顺父母 我叫他们滚 你们看清楚 我的户口一直在苏家 你们从来没养过我一天 就算去告我 法官也是支持我 有空多看看书吧 刘家人不懂法 回去还真咨询了律师 律师说他们赢不了的 但刘家人不可能死心 他们试图在网上败坏我的名声 声泪俱下地说我贪慕富贵 不认他们 刘家的环境很差 在镜头下显得更是可怜 网友们信了他们的话 开始在网上铺天盖地地骂我 骂得很难听 我只当没看见 让公司里的法务去处理 那些污蔑我的 全都律师喊警告 我把当年的视频拿给刘家人看 如果继续纠缠 那就法庭上见吧 你们拐卖可是有确凿证据的 到时候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刘家人不想坐牢 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又出来继续作妖 刘强和刘伟来找我 说李嫂病得要死了 要见我最后一面 我不想去 让他们走 他们威胁 如果不去 就要去纠缠苏家人 我无奈 只能跟着去了 但这就是个陷阱 梁启带了人埋伏 捂晕了我 把我关了起来 我被关在一个宽大的地下室里 梁启在我面前嚣张得意 晚晚 又见面了 你以为废了我 我就不会对你感兴趣了 我手脚上都有锁链 不能躲开 只能冷冷看着它 梁启笑着拿出很多东西 你以为玩女人 只能用男人的工具吗 现在社会发达 给你们女人创造了很多乐趣 看 这些都可以用在你身上 我看着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 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这种神情取悦了它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害怕的样子 你害怕的时候 特别像个小兔子 让人想要拔光你的毛 拔掉你的皮 再把你吊起来 用沾了盐的皮鞭子打 神经病 我咬着唇 躲开了她的目光 看多了这个变态 会觉得恶心 梁启还在兴奋地拿着那些工具 想要在我身上一样一样地用 我问道 是你让刘佳仁骗我来 并抓我过来的 她正高兴 一点也没隐瞒 对 他们收了我的钱 可高兴了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 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 处理什么 当然是处理掉他们 他们这么对你 我当然不允许他们存在 我的玩具 只能我自己玩 靠 真是变态 变态到极点了 就在梁启的手伸到我身上的时候 警察破门而入 把她按住了 苏泽苏盈紧随其后 冲上来抱住了我 苏盈在我身上不断地摸索 疼吗 受伤了吗 我说没有 别担心 没事 你们来的时机刚刚好 苏盈紧紧地抱住我 差点勒死了我 第一次 苏盈哭了 我抱着她哄了半天 她才好了些 你不该做这个计划 以后不许做这种计划 用自己做诱饵 你知道多吓人吗 你会受伤的 会死的 这确实是我的计划 我知道梁启跟刘迦不会放过我 所以在身上放了追踪器 在我进了刘迦后就有人跟着 就是要梁启露出真面目 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一次 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梁家的生意终于垮了 货产清算 梁启也被关进去 她下手很快 真的杀了刘迦人 刘强刘伟和李嫂 都被她毒死了 她送给刘迦的钱上抹了毒药 刘迦人数钱的时候会舔手指 很快就中毒死了 警察到的时候 他们都死透了 杀人 绑架 梁启也判了死刑 网上的消息也终于平息下去 一切风平浪静 这一切 我都很感谢苏盈 是她拉着我努力 创建了公司 让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才能 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去苏家的公司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也能跟哥哥一起把苏家发扬光大 自己创业 总是更艰难 这些年我们过得很辛苦 我没有依仗 辛苦也是应该的 但苏盈原本不用这样 苏盈笑着摸我的头 你总说苏家的一切都跟你无关 所以我带着你创建自己的公司 这样你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资本 但也不用自卑 晚晚 你一直很勇敢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 从来都不用自卑 不用看不起自己 也不用在意那些人说的话 你总说感谢我 谢谢我不恨你 谢谢我帮你对抗校园霸凌 谢谢我带你创业 可其实我一直很感谢你 我不明白 我抢了你十三年的人生 你有什么好谢谢我的 苏盈笑着说 因为你去刘家 见了我的处境 却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举报刘家人 说出真相 你明知道 一旦说出来 在刘家受苦受难的就会是你 甚至处境比我更惨 但你还是说出来了 我想 如果是我 可能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不会用这么好的生活换那种苦日子 所以在她心中 我一直都是最勇敢的那个 尽管我平时很胆小 但我有一般人没有的勇气 我很羞愧 就算没有我 爸妈也查到了真相 很快会解救你 苏盈笑着摸我的头 不一样的 也是你的勇敢 让爸妈下定决心留下你 我笑着抱住了她 那只是一点良心而已 看到你过得那么惨 我于心不忍 怎么还能站着你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苏盈也抱住了我 这就是你最大的优点 永远怀抱希望 永远心存善良 她说 我们都是女孩子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不用竞争 我们也可以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 不用卑劣地跟人争强 但我始终觉得 苏盈是我生命中的光 感谢她延续了我生命中的光 番外苏盈视角 我是苏盈 十三岁之前我叫刘盈 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刘家亲生的孩子 我跟他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想着 等我有了能力 一定要离开刘家 去努力过我想过的日子 至于我的亲生父母 我并不指望他们 如果他们把我抛弃了呢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与其寄希望在别人身上 不如靠自己 十三岁的时候 李嫂把苏婉婉带回来了 见到苏婉婉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她像个娇气包 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 但一双眼睛很好看 像个小兔子 稍微碰一下 就会红着眼哭出来 我看得出 她才是刘家亲生的孩子 她的眉眼跟刘强很像 原来是她跟我互换了人生 如果她在刘家长大 一定会被打得每天泪眼汪汪 李嫂打我 我早就习惯了 不过我很好奇 如果是苏婉婉在这里被打 会怎么哭 她很大胆 虽然害怕 还是挡在前面阻止李嫂 她说 如果再打 就别想要钱了 那一瞬间 我明白 她知道了真相 李嫂跟她要钱了 李嫂这么自私的人 把孩子换到苏家 当然是为了通过这个孩子从苏家掏钱 供养刘强 在李嫂眼里 男人就是天 女人就是地上的你 就算苏婉婉是她亲生的孩子 她也一样看不起 苏婉婉看着刘家人的眼神充满了鄙视 我想 她一定会听从李嫂的安排 隐瞒这一切 然后 继续享受偷来的人生 她绝不会回到刘家来的 这里简直是地狱 她那样的娇气包 会被折磨成疯子 但出乎意料 当天晚上她就带着爸妈和哥哥回来了 她大着胆子目斥刘伟和李嫂 说出了真相 又哭着求留在苏家 她在发抖 她觉得我该恨她 苏家的人都该恨她 大概是不会留下她 我真的不明白 既然这么怕 为什么要说出真相 为什么要回来 之后的很多年 她说是因为一点点良心作祟 我想 那一点良心 就够了 回到苏家后 她就一直把自己当罪人 自觉对不起我 尽管那一切 她根本不知情 她什么都让着我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叫我先选 一定要把好的给我 就连吃饭的时候 也不敢吃我喜欢的那一个 我把鸡翅夹到她碗里 瞧她那个瘦巴巴的样 男友之前软嘟嘟的可爱 她却是怕我长不高 每天按时送牛奶 怕我在宴会上因为不懂规矩被人奚落 紧紧跟在我身后 提醒我每一个要注意的细节 在学校里 也会跟我说同学们的关系 以及他们背后的家事 只是 在她被针对的时候 她却从来没向任何人求救 她总觉得自己是罪人 应该赎罪 我把她从卫生间里救出来的时候 她在我身边不断地发抖 不停地跟我说谢谢 她在哭 又不敢哭得太大声 生怕我会厌烦了她 我怎么会厌烦她 真是傻瓜 梁起的行为我察觉到了一点 但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卑劣 晚晚出门的时候 我就带人跟了出去 幸运又不幸 我的怀疑是真的 梁起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第一次 我跟爸妈生气 他们竟然拿着晚晚受到的委屈换利益 他们说我们现在斗不过梁家 只能忍 我明白 但却不服 所以我带着她锻炼 带着她学习 我们必将强大起来 总有一天 梁家会被踩在脚下 我设置了一个倒计石 一个把梁家打倒的倒计石 晚晚确实没那么聪明 我知道拉着她跟上我的步伐 会让她很累 但不拉着她 总有一天 她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好在她虽然不够聪明 却足够努力 她总觉得自己笨 没有天分 但其实 努力也是一种天分 毕业之后 跟晚晚创建属于我们的公司 是我一早就计划好的 她总觉得 苏家的一切都跟她无关 那就创造她的事业 让她有一份谁也不能夺走的依仗 好在 我们成功了 晚晚终于有了自信 她用赚来的钱给爸妈和哥哥买礼物 给我买衣服鞋子 买各种首饰 买了房子 她花钱的时候 终于不用再小心又小心 好像犯了多大的罪过一般 她说出以自己为诱饵 去套路良起的时候 我很反对 但她说不想总是担惊受怕 不想总是被动挨打 打倒良起 可以给良家致命一击 她红着眼求我们 如果我们不同意 她一定会孤身涉险 我最终只能同意 但也紧紧跟在后面 生怕她受伤 还好 还好 她还好好的 良起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顺便把刘家人给解决了 晚晚总觉得我是她的光 延续了她的生命之光 可她不知道 在她走进刘家 挡在我前面 在她说出真相的时候 我才是第一次在灰暗的生命中看到光 原来 真的有人会这么傻 真的有人的良心能大过利益 真的有人能那么胆小 却又那么勇敢 晚晚 希望你的余生 会永远平安顺遂